大家好,我想我首先要谴责一下我们交通部长叶框石叶部长 他竟然赤裸裸的去说出说没有办法在马祖盖赌场因为中国反对 那所以呢我们要在桃园国际航空城开放博弈产业 然后用他的言语来替马祖盖机场 这样的论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非常矮化了我们的主权 也就是中国干预我们的内政可以在我们离岛建设条例过了 马祖也公投也过了要设赌场的时候 一句话政府立即回应如此矮化 他的治权等于是拱手把治权让给中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如果说我们的政府欠马祖一个四溪的机场 盖与不盖其实很简单 大家知道我们最近立法院在省退休军工教人员的子女教育补助费 这笔钱呢二十余亿 二十六亿吧 将近二十亿了 二十亿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要拿这笔钱来盖机场 不够的 我们再加一笔 我们加国民旅游卡 一年七十二亿 一个人一万六 全国所有的军工教人员每一年都可以有一万六去做国民旅游 这笔也七十二亿 来盖机场够不够呢 如果还不够 好 那本息每一年省下来的军工教退休年终慰问金一百九十亿 拿去哪里了 所以政府要替马祖盖世袭的机场 不必因此届事届端 用渔民政策 用一个谎言 来引进国际的博弈产业的资本进来 然后布局我们的博弈产业 然后要骗我们说 用他的盈娱才能给马祖一个世袭机场 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述充满了自我的治权的矮化 主权的矮化 也充满了一个渔民政策的天大谎言 本息首先在这里 好要给予以谴责 另外就是我支持 我当然也同意说 好赌是人的天心 但是不要忘了 台湾其实已经开放了公益彩卷 但是公益彩卷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博弈产业 它是一个高度以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为基础的一个博弈产业 我当然是运用叶教授的资料 我再补充一下叶教授刚刚也稍微有提到过的 我们以民国91年 也就是2002年时候 我们所开放的高度的以社会福利为基底的 这个所谓公益彩卷 也是用叶教授说的 我们用1000亿为基础来看一下 今天行政院的院板 跟我们已经有的博弈产业 它之间它的公益性在哪里 这个产业即使说发行商 也就是银行 现在是富邦银行 即使是发行商 它全赚 以1000亿来讲 它一年可以赚43亿而已 但是以院板现在的博弈的专法 1000亿来讲 有850亿呢 是业者全赚 而政府会拿到什么 我们从民国91年到102年 公益彩卷累计盈余 已经为国家寄住了2803亿的盈余 这2803亿投注了我们的 社福公益国民年金跟健保 以1000亿来讲 每一年这个盈余投注在国家的 社会福利支出呢 就会有260亿 而投注在管销费用当中 照顾这些弱势的经营者 经销商的佣金呢 他们会有84亿 而出资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发行商 最多它就是43亿 这是一个 为博弈产业的财团 量身定做 然后特别保护财团利益的 一个院板的博弈产业 好 这样的一个产业 能够为台湾 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成长呢 我们看新加坡的例子 我特别拿今天 连江县政府所说的这一页 来 下一页 为各位看新加坡的例子 我们一起放在一起好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讽刺 这告诉我们说 要用博弈产业来振兴经济 而新加坡的经济是这样 当它的博弈产业 开放的第一年的时候 经济成长率爆充14.9% 但是呢 2012年的时候呢 剩下1.3% 博弈产业爆充之后 到底它能够为经济成长 带来什么样的带动 我想不正自明 大家都看新加坡 大家都想要施法新加坡 这就是新加坡博弈产业 到底对经济成长 能有多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再来看 新加坡是一个相当相当威权 而且是刚性威权的国家 这个国家它的管制 一直被我们台湾的政府 所津津乐道 他们的秩序 他们的守法 他们的言行俊法 以及他们的所谓的廉政公署 一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 而作为一而再再而三的 出国考察的项目 我们来看看 新加坡每个国人 每年进去赌场 他们的赌场是限制 外国人才可以进去 本国人是在非常非常 严格稀有的一个例外 才可以进去 但是事实的结果是什么 事实的结果是 新加坡人平均 2010年平均每天是2万个人次 也就是全年会有 730万人次的新加坡人 去他们的新加坡的赌场 而以2012年 也有620万人次 一年去他们的赌场 以他们的成人人口 200万来估算 平均每位国民进去赌场的次数 一年是三次 而新加坡的国人 现在已经是新加坡赌场最主要的客人了 我们从新加坡 他每一年 他的观光人口来计算 观光人口 我们用其中的七成 一定会进去赌场来看的话 扣除了观光人口的七成 进去赌场 在以每年进去赌场的人次来计算的时候 我们发现事实非常的清楚 新加坡的国人才是赌场 单一国家客源排名的首位 超出第二位达3.5倍以上 2012年的赌场的营收 萎缩了25% 而新加坡的公民进场的人数 却没有明显的减少 那意味着什么 赌场开越久 新加坡人输越惨 这就是一个事实 本席在这里要非常沉重的 呼吁这个政府 当我们国家有丰沛的土地资源 被你们准备要征收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国家有所谓航空城 这个特区的政策工具 可以让你们去吸引投资的时候 你们对产业的布局的能力 为什么那么低 低到最优先布局的 竟然是博弈产业 要进来我们的国际航空城 你们有什么能力 吸引国际的资金在台湾投资 国际的资金或国内的资金 要对台湾的投资 你们有没有能力引导它到一个 看得出一个国家长期永续 发展经济战略之下的一个布局 为什么第一优先 竟然是要布局博弈的产业 本席18年来 一直希望你们听进去 我们在做的事 听进去我们的话 我一直在发展文化观光 不断的在指定古迹 不断的在规划文化观光 以新北投的案例我们做的 华山的案例我们做的 蔡瑞与舞蹈社的案例我们做的 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我们做的 这些案例不断的出现了以后 我们都发现文化观光 它的永续经济 它的成长力 以及所谓的文创产业 它的成长的潜力 是多么的大 我们如何为桃园国际航空城也好 为马祖也好 或者为其他的所谓航空城特定区也好 去为它做产业的定性 你们懂不懂定性分析 知不知道抓住 它的历史在地人文的元素 去发展永续的经济 如果不谈文化 要谈其他的经济产略的布局的话 你们在高科技产业的未来 你们如何去抓住投资的方向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们完全看不到的时候 冲得最快 跑得最快 最优先布局的竟然是博弈产业 多么的令人失望 本期下个礼拜我就排去看一看 看一看你们 桃园国际航空城的都市设计 都市计划是什么草案 你的所谓境内关外 你要设在哪里 你的博弈你要设在哪里 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地图画一下 我们就去看 就去看那是一个怎样的布局 你整个产业园区 你在未来的桃园国际航空城里面 你到底你的产业园区 你的都市设计 你是怎么样去落实 你给我们看看嘛 拿出这样的版本 你知道这些版本 还保障国外既有的 还保障国外既有的这个 博弈产业 你们在股东里面 特别保障一定要有 博弈产业经验的股东 发起的股东至少要一个 非发起的股东再加一个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 透过各种国际资本 到国外去投资 博弈产业的可以回来 还有国际的博弈产业的财团 可以进来 你们用法律去确保他们投资 桃园国际航空城的法律地位 这是什么产业布局 然后给他们这样子优惠的低税率 毫无其他配套价值做基底 完全是商业财团取向的一个 博弈产业的规划 我们无法接受 学学民进党啦 民进党有开放博弈啦 91年就开放了公益财卷啦 那是一个高度以社会福利为基底 而且全国人民非常支持 有没有看到每次开奖 只要财经累积到 6亿9亿10亿23亿 那个排队的人潮是什么 台湾人想赌 有没有东西可以赌 有了啦 赌金多少 23亿啦 16亿啦 9亿啦 6亿啦 多不多 很多啦 那个今天因为写者专家 我们要保持我们 我非常的失望 对这个政府高度的失望跟痛心